在创建一个对象之前呢 我们想对对象的一个属性进行初始化 例如我们这里有Dark这个类 它呢有Size这个属性 那我们想在New的一个具体的Dark之前 对这个Size进行初始化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Dark的构造函数来实现 也就是说 给这个构造函数添加一个Integi类型的 属性 然后呢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把这个Integi类型的属性呢 复制给Size这个属性值 然后就达到了我们初始化的目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练习的代码吧 在我们的练习代码里呢 有个Dark的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有一个实力变量Size值 然后在Mate的函数呢 我们New一个Dark 然后想通过这个Dark的构造函数 来给它传递一个参数值 然后对这个Size属性性初始化 那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呢 手工写一段一段那么代码 它呢就是我们手中写的一个带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这个构造函数呢 把这个参数值负质给这个实力变量Size 就OK了 当然如果说这个里面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有其他的Stream类型的Name啊 就是说这个大的名称啊 等等的很多其他的参数 我们也可以通过构造函数来给它 初始化 比如说我们给它弄一个Name值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就可以 给它增加一个Name的Stream类型的Name 然后给这Name值在这里 把这个Name的负责给它 我们同样的也可以 把这个Name输出来 那我们调用它的时候呢 也同样的输入 给它负两个值 比如说这个是大黄鸭 我们这里写的是大黄鸭 或者它的名字叫大黄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我们能看到它的名字是大黄 Size 42 这就是可以通过构造函数来 初始化我们这个实力的对象 当然如果你没有很多属性 我们都可以通过 给它添加各种各样的构造函数 带有参数的构造函数 来满足我们的实际需求 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它们看到我们的对象